传统射箭是原住民相当重要的文化之一 对此南图县体育会传统射箭委员会 日前就在伊达绍地区办理免费的体验营活动 并希望透过活动来推广原住民的传统射箭 能够获得最后面的推广补助 我们今年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就已经办完了三场原住民的传统射箭的自攻的活动 目前来讲进行到第二阶段就是 我们的传统射箭体验营这个活动 我们大概都在我们南图县会选择我们原乡的 而且游客会比较多的景点来办这个体验营 总干事指出透过办理这样的体验营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并且透过实际体验来认识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希望第一个就是说推广我们传统文化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射箭 那第二个就是配合在地的民宿 然后再就是在地的部落 把这个传统射箭就是做一个跟他们结合 以后他们可以做一个经营的方式 至于有一个土地做一个射箭厂 然后收费 然后也顺便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些农产品 因为现在我们传统射箭在全国都有在办比赛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诉求 这次的活动不但免费 更可以让一般的民众体验到传统射箭的乐趣 能够提供我们究竟给我们的来军期游览的这个游客 亲子来做免费的体验 那我们的传统射箭也能够获得 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喜爱射箭的这些 不论大朋友或小朋友 他们都能够来认识来体验 期望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但能够推广传统射箭 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相当重要的传统文化 记者邱平易与直香采访报道